做完双眼皮以后 大家可能有的是说包上就可以走了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做完双眼皮 做双眼皮的时候 病人双眼皮是会出血的 就说我们会用电影来止血 往往有时候止血的时候 还就是我们在打麻油手 可能还加点负胜来止血 让血管收缩 利于我们在做手术 因此我们在做手术时候 会出现一些细小的触血 我们没有把它完全止住 我们可能就已经缝合了 这是我们缝完双眼皮以后 另外一个下面就出现了血种 所以说我们为了减轻这些血种的产生 我们建议在做完手术以后 应该用冰带冷服我们的创面 所以说我们在做完双眼皮 包扎完以后 尽量两个眼睛都用冰带冷服上半个小时 然后再让病人走 再做完双眼皮 术后三天 我们每天都要让冰带做冷服 一天冷服三到四次 以此冷服半个小时 在前三天 同时有的病人说 冷服完以后 会不会再等到三天以后再热服 我们建议不做热服 冷服的目的是减轻水肿 因为我们做手术要有一部分的血管受到损伤 淋巴管受到损伤 会出现这些 它就会出现回流不长 因此它就会出现肿胀 我们冷服的目的是 减少它的胜出 减少水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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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